一開始是一個 然後後面就是可能隔幾週 就說你這個是雙胞胎喔 慢慢走 手牽手一個 兩個 三個 四個 很深奪 爸爸不是 我公公就整個 聽說就從椅子跳起來這樣 爸爸就跟瑪莉歐一樣 爸爸還俏皮 他是有被急救復蘇 他一出聲沒有呼吸 那懷胎十月之苦 他們懷胎一次要扛三個 扛四個 對不對 來 莉莎 媽媽 我 塞三個 妳的肚子 像我一開始其實不知道 我就是懷三胞胎 一開始不知道 本來是說一個 懷孕的過程中 其實不像一般的就是孕婦 走路就是說很順利這樣子 開刀不是會一層一層剖下去嗎 然後就越剖刀越裡面的時候 就覺得好像感覺好像一度 感覺痛到快要死了 那這根麻症 已經補三次了 對 就已經補三次 幾個月的時候妳知道三胞胎 我大概是 一開始是一個 然後後面可能隔幾週就說 妳這個是雙胞胎 慢慢走 手牽手一個 兩個 三個 四個 很深套 然後後面的時候就 就是可能隔幾週 然後就開始 脫步卻向心願 可以這樣改 已經拇指平安才敢這樣 就一直增加 安全 又極弱一枚 才慢慢安全 結果就 我先生是雲林人 然後他可能就是要打回去 打電話回去跟我公公說 爸 不是雙胞胎 這樣子 我公公可能就說 那也沒關係 這樣子 他就說這樣子 然後先生就跟他講說 不是 爸爸不是 是三個 對 我公公就整個 聽說就從椅子跳起來這樣子 對 公公沒有想到說會生三個 爸爸就跟瑪莉歐一樣 爸爸太俏皮膀了 撞到那個 很淘氣 我是到七週檢查的時候 才發現是三胞胎 一開始的 七週 對 那時候只有雙胞胎 七週檢查的時候 是三胞胎的時候 那時候護士就先 先叫一聲 護士先叫 他說 我說怎麼了 因為我之前有流產過 好像那個 我們到超商 買雞蛋 買到雙黃的 真的 那輩子他那一叫是把我嚇到 因為我之前也是有流產過 所以我想說他這一叫是我的 妳是在叫什麼 對 我的叫 又沒心跳了 妳有叫嗎 對 我想說怎麼 我想說怎麼了嗎 他說 妳這樣有遺傳嗎 我說遺傳什麼 他說遺傳雙胞胎基因嗎 我說我外婆有 他說因為又多蹦一個出來 所以變三個 三個 對 從那一次之後開始就是 不是很好的開始 因為我們就去產檢的時候 醫生遇到每一個醫生 他就說你這個要做減胎 他都會叫我們做減胎 這個出頭很多 對 他現在用 這個 他細很多 對 他們這個出頭很多 對 然後呢 然後因為一般人就覺得減 像我那時候一開始覺得說 減胎 那我就減掉一個就好 留兩個 當時的心情是這樣子 是 但醫生 每一個醫生都說 不是 如果你要減胎的話 你要減兩個 對 然後留一個 因為我兩個是同卵雙胞 所以要減 要減掉那兩個 留下最安全的那一個 對 然後那時候我就想說 可是這樣子我覺得我沒有辦法 不能接受 對 我沒有辦法接受 媽媽的愛 我從台中還特地找醫生 這樣一路找來台北 但沒有一個醫生就是支持 醫生也是說 如果你堅持要留下來的話 也是可以 但是你自己要小心 要非常小心 對 到時候我就留下來 留下來之後 我大概懷孕到四個月左右 我就沒有辦法躺著睡覺 我就坐著睡覺 天啊 對 因為 要坐 為什麼要坐著睡 因為肚子很大 我肚子非常地大 妳不懂 躺著的話 放這邊也不對 放那邊也不對 中間那個 那側睡不行嗎 不行 側睡沒有辦法 因為也是壓迫到 所以我就都坐著睡 然後就一路睡到生 好累喔 對 就真的是 一路睡到生很辛苦 然後那時候 因為我 醫生就跟我說 我七個月那時候已經可以生 他說你七個月 我就幫你安排婆婦 我就說不行 不行 因為人家說 要讓它逐月 對 小孩子在肚子裡面多一天 比他生出來一天還要好 我就堅持說不行 我要撐到八個月 對 結果我就硬撐 硬撐撐到有一天 就是我產檢完的那一天 已經真的沒有辦法 我當天就掛急診 因為我已經 對 我血壓已經太高了 然後呼吸已經很急促 我躺在手術台上 本來是要半生麻醉 可是那個麻醉師進來就說 不行啊 他這個已經很嚴重了 他如果不全生麻醉 所以他撐不過去 一圈麻 對 他就說一定要 所以就是生他們三個 真的是很辛苦 太偉大了 老四哭鬧 救老三一命 是為什麼有這個事 因為老三他出生的時候 體重只有940克 然後心臟的動脈導管又沒有關閉 所以很容易缺氧 所以那時候是最晚出院的 對 結果出院的時候 爸爸就想說剛好那一天 想要特別照顧他 去跟他睡 結果晚上就是聽到那個 老師最小的異常的哭聲 就很尖銳 就是很吵 然後我就餵奶 為他們三個一起喝奶 喝一喝尿布換碗 然後我就想說都好了 我就繼續睡 結果後來我一躺下去 他又那個老師又異常哭 哭得很多輪這樣 對 然後哭到最後我就去房間 我就去看 想說去看一下老三好了 然後我就嚇一跳 因為他整個人都發黑 已經缺了 對 這麼嚴重 然後要哭 哭不出來 他沒辦法求救 我快點把他抓起來 自己幫他那個急救 我自己幫他一直拍腳底板 然後背 讓他的那個循環回復 然後就快點拍了快半小時 他漸漸就是膚色就 對 就比較恢復 然後隔天就好了 謝謝老師 知道是三包菜的時候 其實也是嚇一跳 但是我的主治醫師 只有問一句話 家裡有人可以幫忙帶嗎 這個很重要 那時候傻傻聽不懂 妳可以反問他嗎 醫師 妳家裡有人可以幫忙帶嗎 我跟妳借一下 能不能支援一下 妳也在支援 支援 在生他們的時候 其實很多檢查都沒有辦法做 因為他們醫學上有說 就是大概最多 只有雙包菜的那種 檢查可能比較準確 所以他們一直到生出來 那一刻才可以知道 四肢有沒有健全 有沒有兔存 有沒有長得缺手缺腳 是 可是他們生出來那一刻 哥哥沒有聲音 哥哥沒有哭聲 沒有哭 哥哥沒有哭哭 不行啦 一定要叫聲 一直到第二個哥哥 弟弟出來的時候 弟弟一哭 哥哥才跟著哭 真的心都涼了 真的 對 然後就生下妹妹了 妹妹一出來 一樣又沒有聲音 又沒聲音 然後這時候醫生就跟我說 妳要不要先睡一下 我們要關傷口 妳先麻醉睡著 我說我拜託妳先讓我 聽到妹妹有哭聲 再讓我睡 對啊 後來 她一出聲沒有呼吸 所以她那時候就是稍微搶救 之後才有聲音 拿曬衣夾來剪指甲 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 這樣子也在剪婚禁 右邊是曬衣夾 然後那個 顏色差不多對不對 她是太累了嗎 真的 她那一天我滿傻眼的 她就說要幫她女兒剪指甲 我說好啊 妳剪啊 怎麼女兒一直哭 我就一直看著她 爸爸妳在拿曬衣夾 妳知道嗎 那長得一模一樣 對 我自己又累得要死 突然覺得又好氣又好笑 像有一次我帶他們去醫院 去看醫生 因為醫院停車場都在樓下 所以那一次我們就看完醫生 拿完藥之後 我們就要去搭電梯 我就一手牽一個 我老公也牽一個 還有我大兒子 大家在等電梯 他們就在那邊聊天 我們就放手 想說也沒什麼人 就讓他們聊天 電梯來了 我們就進去 我就順手 我也牽了兩個 我老公就想說 大兒子牽了一個 所以他也就進去了 大兒子想說爸爸牽了一個 所以我們都進去了 一直到門關起來之後 我就轉頭要看小孩說 我想說這種感覺 而且電梯門已經關起來了 我想說完蛋了 這是我聽到電梯外面 有聽到小孩子在哭 我想說糟糕 我老公就說趕快按下一層樓 我們就是先下去 對 門一打開 我老公說你在這裡等 我先跑了上去找小孩 對 結果那時候還好有一個 有 善心人士就牽了我們家的 這位 對 然後就搭了隔壁台電梯 一層一層樓下來找我們 對 那這真的很可怕 然後像我們去墾丁也是很可怕 我們明明就是去三天兩夜 可是我們要整理的行李是 感覺像要搬家了 對啊 好 好 好